人气话题来关心 端午廉价即将到来 国道估计又有大塞车了 其中又特别以国道5号血碎 是地雷路段的第一名 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 打算要研绎高铁延伸到宜兰 希望可以借用这样的方式 疏解国道5号的塞车状况 不过其实在18年前 交通部早就做过评估了 结果是不可行 因为这个经费要花到500亿元 但时间上却只比台铁要快了一分钟 倒不如改善北宜直铁 而学者也建议高铁延伸到宜兰 成本实在是太高 端午三天年假即将来临 整个国道车流量 预计前两天都在120百万车公里上下 国无血碎估计又要大塞车 交通部长林佳龙有了新想法 打算把高铁从台北延伸到宜兰 改善车潮 它开可能是会比较困难 建造这个项目的话会有 会比较有困难点 支持 因为我觉得这样 大家可以通车就可以很快 节省很多时间 民众看法不一 雪碎假日塞车几乎是常态 探看数据可见端倪 平常单日车流量来说 平均5.5万辆 今年的清明节高达将近7.8万辆 负荷过大 但是18年前高铁延伸一栏 可行性就已经被打回票了 难不成这条轨道又能盖了吗 在北宜直铁方面 它的路线有争论 变数还是很多 所以我们也在同步启动评估高铁延伸到宜兰 这两个当然会有一些替代性 以当年评估的报告来说 高铁延伸到宜兰除了耗时超过10年 经费更高达500亿 但是时间只比台铁快了一分钟 效益不高 不如发展北宜直铁 时间可以省下28分钟 经费也能降到30亿元 学者建议除了发展北宜直铁 或是从雪碎管理着手 例如放宽移控系统 增加大众运输 真的要盖高铁破坏环境又耗水耗财 建议不到最后一刻 别轻易出手 讲先陈清顺 他便什么的